因状态 谢谢您的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几位重量级嘉宾 他们是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 阿里巴巴集团资深副总裁B2B事业群总裁戴山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董本宏 以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林寿通事业部总经理林小海 再次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自从马云先生在2016年10月提出五星战略后 新零售的概念就开始为人们所熟知 阿里巴巴零售通业务作为新零售版图重要的一部分 在品牌联合技术研发供应链管理 促进社区消费升级等领域创新 全面拥抱新零售 那在今天会议的第一个环节呢 我们首先要请上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 来解读林寿通对于新零售的意义 有请张勇先生 各位尊敬的客户 合作伙伴 朋友们 我们所有的这个林寿通的同事们 我们的这个拍档们 大家下午好 首先非常欢迎大家来到阿里巴巴园区 在这个会场 其实我们每过一段时间 都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业务发布 都在这个会场发生 那我想今天下午又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个我们这个经过一年多时间的 这个潜心准备和这个快速拓展 我们今天整个的零售通的业务 终于正式的这个跟新闻媒体见面 同时也是跟我们很多的在座的合作伙伴 客户品牌都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了 今天我们也面向未来 也希望借这个场合 把很多新的思考 对我未来的想法计划 能够跟各位分享 那我想对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来讲 我们很快我们会到 再过十几天吧 我们就会到了这个 阿里巴巴的18周岁的生日 18周岁的生日 我们今年也在这个杭州 我们也会这个近几年来 第一次把很多的员工都会到杭州来 来举办整个阿里巴巴 整个大的经济体的一个员工大会 这个几万人的大会 所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到来之前 我们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新生的业务 在快速成长的业务浮出水面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刚才主持人也讲了 其实从去年这个我们马老师 在这个云西大会 2016年的云西大会 提出了五星以后 其实关于新零售 新金融 这个新制造 新技术和那个新能源 这五个星 变成了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 而在这个其中 可能最最受人关注的 在目前阶段 最受各界关注的 也是讨论最多的 我看各界的朋友都在参与 都在讨论的 就是关于新零售 关于新零售 有很多很多的讨论 对阿里巴巴集团来讲 我们其实在 无论在这个五星提出之前 我们在潜心的专业 潜心的尝试 在默默的创新 和到最近一年来 大家看到的 我们在各个领域的 全面的一个拓展 其实都是围绕着 我们这个五星的战略思想 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和发展 我们坚信 整个的数字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终将使得商业受益 终将使得消费者受益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互联网技术 思想和商业的全面结合 正在全方位的发生 这也是我们认为 最终会走向五星 五星正在默默的发生 同时在引起 整个商业的各个环节 发生大规模的一个变革的 一个我们的一个出发点 也正因为这样的思考 我们也一直在看说 在过去的十几年 特别伴随着阿里巴巴 这样成长的这十八年来 互联网对中国的经济 对商业发生了哪些的变化 其实可以说 直到目前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有体感 我们很多人都在讨论 包括我们阿里巴巴 在过去的十几年 非常成功的这些业务 其实首先都是一点 就是互联网 作为一个新的用户 去了解信息 获得商品 享受服务的一个入口 一个窗口 首先影响到消费本身 影响到消费者 影响到消费 我个人很喜欢用一个词 我说今天的互联网 大家都认可的是消费互联网 什么概念 无论是你从食物商品 到数字产品 到今天的各种的本地服务 到共享经济的单车也好 这个出租车也好 到雨伞也好 所有的东西 对后大家很多的创业 很多业界的新生事物的发展 都是围绕着消费侧在发生 但是其实互联网 对商业的影响 数字技术对商业的影响 绝不仅仅止于销售侧 绝对不仅仅止于 这个消费者侧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正在从对消费者的影响 走向对整个商业的整个产业 每个领域的整个产业链条 从消费开始慢慢往回走 越来越深的走向供给侧 越来越深的走向最终走向制造 越来越深的走向设计 我想这个的趋势正在今天的中国 乃至全世界在全面的在发生 商业正在全面的拥抱互联网 在融化互联网 这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而在这个中间 在影响消费再往上一层 是什么呢 我想这就是我们林宗聪 这一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尝试的工作 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利用数字技术的优势 使得整个渠道能够被影响 能够被重新定义 能够被再造 使得整个渠道变得更透明 变得更扁平 变得更有效率 最终商业无非是用户体验 和成本效率的最后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 达到一个平衡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整个渠道革命的发展 我想伴随着整个数字技术的发展 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变化 而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一个土壤上 96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土壤上 整个的我们原来在工业经济时代 通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快速成立建立起来的 我把它称为金字塔形状的 树状结构的渠道 因为互联网的到来 因为数字技术的广泛可以被应用 带来了新的变化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当时去思考 能够来做零售通这样的业务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大数据驱动的 零售通是什么 我自己的理解 我们因为零售通这个名字 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很多的业务 喜欢取很多的非常创新的名字 但零售通这个名字 其实好像阿里还没有把这个业务 做成一个新动物 但是反过来这个名字本身 还是非常反映了这个业务想达到的目的 就是帮助零售的通路 变得更好 更有效力 或者更通畅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整个零售通想达到的效果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数字技术 通过互联网的平台 能够建立一个共享的 跟所有的品牌商合作伙伴 整个共享的一个渠道 能够使得整个货物的流转更有效力 同时能够使得中国数百万的 我们的零售的从业者们 无论是在哪里的那些零售的店主们 能够获得一个透明的渠道 能够跟大的商家 大的零售商一样 获得同样的权利 或者同样的机会 能够使得全世界的好的货 都能够进入到中国 不论哪个城市 哪个乡镇的用户的手里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初心 一个梦想 那么今天我想发展到今天 零售通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规模 待会小海会来跟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现在零售通的现状 和后面的计划 那我在这里特别想讲的是 今天对阿里来讲 我们致力于去打造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商业的基础设施 我们认为消费者平台 消费者服务平台 销售平台是基础设施 我们认为数字媒体平台是基础设施 我们也认为今天我们正在构架的 零售通这样的以大数据驱动的 整个的渠道的一个分享平台 或者一个新的渠道的一个建设平台 和整个的服务平台 也是未来商业的基础设施 所以我特别喜欢刚才这个 刚才这个屏幕切过去了 旁边我们写了两个字 英文的诠释 一个叫inclusion 一个叫integration 我们这个零售通必须首先是inclusive的 必须是包容的 什么是包容 我想今天的中国的发展 第一天我们在构架这个业务的时候 我们就说中国不需要一个阿里巴巴去建设一个新的渠道 或者说利用规模优势去建立一个另外一个黑核化的渠道 使得所有的货物流进来以后 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流到每一级的经销商 分销商最后到零售商到消费者手里 其实今天随着数字的业务的发展 整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关系 整个的货物流转的端到端的路径 从工厂到消费者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是可以让它完全显性化的 只要我们共同合作 是完全可以让它显性化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找到大量的机会 和节省大量的成本和增加大量的效益 而这个过程必须是一个inclusive的过程 必须是一个共同建设的过程 我们只有和大家一起来 共同建设这样的一个平台 才能够使得整个这样的一个货物的流通的效率 达到一个利用数字的 这个大数据的优势 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使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也正因为这样 所以integration这样的一种融合 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我刚才说 我们绝对不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品牌商 重新建一个封闭的通路 说我这里有一个通路 上面能够服务多少家小店 你们把货给我吧 给了我以后 我三个月以后跟你谈一个更长的账期 跟你谈一个更好的采货的条件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批发商 我想阿里巴巴 我们致力于还是做一个平台 我们希望这个平台是更包容的 是更和各位的原有的体系 是更好的整合和发挥共同的作用的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们千千万万的 我们的很多在全国各地的 特别是低级别城市的这个乡村的我们的小店的店主们 让还是回到阿里巴巴的初心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真的让他们能够做生意更简单 让他们不管这个店铺有多大 不管是不是连锁 跟所有有成百上千万家连锁店铺的这样大的零售商一样 同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同样有这样一种视野 同样有这样一种透明度 能够只要他愿意 能够了解本地的用户的需求 通过这样的平台能够买到全世界 全中国最好最市销对路的商品 同时不仅去满足当地的需求 也因为这样的大数据平台的支撑 能够使大家分享到更多的信息 也能够进一步去创造需求 这是我一直在阿里讲的 我说我们做 阿里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们做这个基础设施 我们就用这个大数据 我想大数据的使用 广泛和商业的结合 绝对不止于去满足用户已有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通过对用户的深刻的洞察 去创造用户的原来没有被激发的需求 让这样的需求被激发出来 这样我们整个的经济才能发展 社会才能进步 消费才能真正的升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的零售通 能够扮演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角色 当然也顺便跟大家报个料 整个零售通业务从构架发展到今天 迅速的壮大 也是阿里巴巴集团 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使得我们内部也变得更inclusion 更integration 我们各个业务板块之间 能够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 各自的能力优势 形成这样的一种合力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零售通业务 我想很多跟零售通合作的我们的业务伙伴 包括我们的这个拍档们都知道 这个业务是长在阿里巴巴的铁军 从阿里巴巴的B2B的事业群的铁军的基础上 抽调精兵墙架建立起来的 同时在这样的一个种植型 能够善于拓展 善于打印仗的部队的基础上 我们完成了整个基于通过陶系的大量的数据的思考 通过和我们特别是我们在零售平台上 经过将近十年的 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客户朋友 品牌客户的朋友都在 在座的各位跟阿里跟这个天猫 已经合作了这个将近差不多十年左右的时间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们很多的合作都是基于在 通过互联网的平台 怎么样开始拓展一个新的销售通路 怎么样在网上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今天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话题 就是不仅是能够完成一个零售的平台的升级 同时也能够使得一个渠道的平台 建立一个崭新的一个渠道的运营平台 能够升级 这个我想是我们今天在阿里内部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新业务 能够使得我们内部的各个业务单元之间 各个团队之间能够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 其实商业我想特别是面对未来 这个最早我们说电子商务 我们说是e和commerce的结合 其实我想这个电子商务是一个广义的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绝对不只是零售 电子商务我想一定是通过 这样电子商务所需要的这个消费者运营平台 支付物流云计算的平台 像我们今天新建立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零售的渠道的一个运营平台 能够使得所有的参与者们 我们所有的商业的各个环节的合作伙伴们 我们能够基于未来的需求 用户我们共同的用户 未来的需求能够对整个的渠道关系进行重构 能够对整个的渠道的运营方式进行重构 也许到某一天 到今天我可能还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词来表达 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 今天我们叫渠道 其实未来我想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基于网状的 改变了一个树状的渠道关系 变成一个网状的一个合作共享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中间仍然需要本地的服务者 在这个中间仍然需要像我们今天在大力合作发展的 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拍档 我们当地的这个物流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资金的合作 这个服务的合作伙伴 包括资金的这个出资者和电资者 各种合作伙伴 只要在这个中间 每个人能够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能够为客户 为这个商业的整个的链路 创造价值 在这个中间 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 我想这个是阿里巴巴希望能够来推动 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同时也能够带动 因为这个能够造福于我们 特别在全国各地 各个这个非中心城市的 很多的地区的消费者 也因为这个 我们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会师 怎么样的会师 就是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者的运营平台 这是主要是一个人的运营平台 同时我们今天建立的这样的一个 零售通的体系 是一个货的流转的运营平台 最终这样的人和货的 在我们的各种类型 各种业态的小店里 进行结合 发生化学反应 也能够实现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我一直在讲的 在一种新型意义上的 大数据驱动的人货场的重构 这就是我们在新零售上面 我们一直在尝试的 当然今天 零售通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确实发展得很快 我们也得到很多的 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响应 大家这个兴奋程度之高 之踊跃 参与之踊跃 能够感受到大家的 也能够感受到 大家对这个商业的变革的 共同的憧憬 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想感谢 我们今天在场和没有在场 更多的我们零售通和阿里 这么多年的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客户朋友们 我们的整个 包括我们在全国各地的 很多的拍档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创新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创新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处于一个 最好的时代 我们的商业和我们的技术 完美的融合 使得它能够创造出新的生命 我想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 我们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走好下一个18年 共同去追寻这样的一个 新的零售之梦 新的经济 新的商业之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张勇先生的精彩分享 谢谢您 请落座 谢谢 那么我们在请上 下一位嘉宾分享之前呢 先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几个真实的小店故事 一起来看大屏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阿里巴巴 林寿同林小海 那像我们这边 就是那个 老婆是吗 应该是旅游景 周末的话 就会那个 很多人到我们地里来采购 我们真的那个 社保老保 电费水费 都我们这里 所以你这里一站式 就可以解决到 周围社区 很多的需求 很多需求 然后家里孩子没能带 先扣二十个 刚刚就是这个拿 他没能带 就放我扣 就坐在你这里 对 所以她是林杰的小朋友 比如说像你们阿里有些货 是我 市场上是进不到的那种公司 所以说 比较有突出点的 所以说 我感觉还是有 可以吸引读客一下 他们过的人 联工多 是吧 成本就高 對 成本就高了 有的那些東西 很靈小的東西 他們可能進不到 我有 還有妳了解每個小輩子 對 14年吧 誰都認識 他一進來我就知道 他要什麼 我還需要什麼煙 然後他習慣 他喝什麼水 我都知道了 我們現在給到妳提供服務 還是商品 我們接下來要提供更多的 增值服務給妳 妳就要微笑 妳就要提供服務 跟它建立連接 剩下的事情 讓平台來幫妳做 那我們還是要學習跟進 我們也向妳學習 謝謝妳 今天真的是認識妳很開心 然後也謝謝妳 對我們的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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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的凱旋路上 有一家便利店 它很小 但是很特別 她叫徐晴 一個心智障礙孩子的母親 一個心智障礙孩子的母親 生活給她帶來的不幸 卻讓後來遇見她的很多人 變得幸運 這個是我們凱旋宣稱到了 我們就要做好準備是不是啊 實際上最初的出發點就很簡單 以這種實際經營的模式 讓孩子們 讓孩子們融入社會 實憑不到的空間 許晴為這些特殊的孩子 創造了一個新的家 讓孩子們在便利店工作的過程中 積極生活 學會交流與服務 以及尋找自我的價值 兩百五十 謝謝啊 謝謝 我最大的擔憂就是 這個進貨怎麼辦 後來就是那個 零售通的城市拍檔 上門來 跟我們講了這個平台 那我們就試試看 就這一次 就到今天我們合作得非常好 零售通 成為這家小店的監視後盾 讓小店更輕鬆利益 感受孩子們的熱情 這些 都讓零售通的存在 變得更有意義 每一次認真的幫助 每一張真誠的笑臉 每一個鼓勵的眼神 讓這些特殊的孩子 走進每家女婦 成為年間淋漓的感情線 成為社區裡 一道特別的聲音 我們的目標是 幫助他們減少幫助 所有這裡的居民 大家都一起來鼓勵他們 萬萬愛生活 讓我們帶著這樣的孩子 走得更遠 這似乎會更美好 零售通 服務每家店 只為每一個家 剛才這幾個真實的小店故事 讓我們覺得很溫暖 很有愛 我想這也許正是 零售通存在的意義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有請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 零售通事業部總經理 林小海 為我們帶來 零售通策略發布 有請林先生 大家下午好 剛才這幾段小店的視頻 把我們帶進了小店的場景 其實我跟小店的結緣 是從1995年開始 22年前開始 這是我1995年在 還有一個照片 1995年 在深圳深南大道拍的一張照片 那時候 我是以批發經理的身份 加入了保潔公司 所謂批發經理 就是跟管理培訓生不一樣 是保潔公司 在本地招收的一些 跟經銷商一起覆蓋商店的 邊外客戶 邊外員工 所不一樣的就是 管理培訓生一般 跑一個月的小店 我跑了六個月的小店 這六個月的小店 每天早晨起來 推著一架28吋的單車 當時跟我個子差不多高 後面拉一個框 這框裡面放 我當時體重48公斤 那框的重量 肯定是比我重的 裡面放了 復書堡 舒服夾 避浪洗衣粉 那個戴妝洗髮水 什麼東西的 然後一天要跑25萬家商店 剛開始的時候 去到很多商店 那店主都覺得我是騙子 因為當時賣的商品的價格 是比普通的品牌 要貴好幾倍 然後當時推銷復書堡 要做那個演示 那很多老闆娘覺得我是流氓 然後慢慢的 有些老闆沒有把我趕出來 他說你幫我理理貨價吧 那有些老闆 看我去的多了同情我 然後給我買了一些 然後深圳很多潮州人 那有些潮州老鄉 覺得我是老鄉 所以請我喝茶 慢慢建立關係 那甚至有些小店老闆說 小伙子你這個工作太辛苦了 你還是留下來幫我看小店吧 這個就是我 六個月的小店的那個經驗 這半年的那個業務員的工作啊 給我接下來22年的職業生涯 我覺得奠定了一個很堅實的基礎 我在保洁公司工作了21年 做過所有的渠道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對快消停的業務員 我有深厚的感情 我2010年擔任保洁公司 分藥商渠道總監的時候 我給自己訂了一個KPI 給我的團隊訂了一個KPI 就是要實現萬元的銷售代表 那對於小店老闆 我那種感情就更特別了 我覺得有種莫名的使命感 我覺得小店老闆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他們通常夫妻老婆兩個人 要承擔著從選址 裝修 安排貨架 確定賣什麼SKU 盤貨 上架 定價 銷售 收銀 甚至送貨 清潔 這麼多的工作就他們倆幹 然後他們通常賺取的就是 只夠他們倆薪水的微薄的收入 通常一家小店有1000到2000SKU 要把這些貨盤起 通常要從不同的快銷幼員 不同的批發市場 最少得有幾十個渠道 才能把這貨盤起 品質沒有保障不說 因為經過一批 二批 三批的層層的mark up 通常小店的售價 會是賣場的高10個點左右 所以如果說 事業上什麼生意最難做 在我看來 小店的生意是最難做的 22年過去了 我在保階公司工作了21年 去年7月份來到阿里巴巴 9月份被任命到零售通 我萬萬沒想到的是 我的第二段的職業生涯 還是跟小店結緣 經過一年的努力 零售通現在已經覆蓋了很多的商店 有些商店也從零售通受到了一些利益 那剛剛過去的7月31號 我在寧波拜訪了幾家小店 那我想分享一下這幾家小店的故事 當時拜訪的第一家店 就是剛才視頻裡看到的第一家店的余大姐 余大姐15年前畢業 就嫁到了這個村裡 然後跟她現在的先生一起開了 在這家店面開了這家店鋪 他們兩夫妻分工 先生負責水 煙 酒 那剩下的行業就是余大姐負責 這15年來 余大姐對她的生意了如指掌 這個店鋪我看商品非常的多 其實余大姐她根本不知道她有多少SKU 有多少的庫存 但是如果有客戶來問她要任何的商品 她很快就能夠找到 那天我去拜訪余大姐的時候 那個正好店裡面坐著幾個孩子跟幾個老人 然後我一問才知道 那幾個孩子實際上是鄰居家的孩子 因為鄰居臨時有事出去 在那裡寄養一會兒 然後老人們就是把自己當成一個社交的場所 所以我那天的感受 感受到這個圓滿超市 它是一個滿滿的鄰里的親情 那以前為了給鄰居盤到這一兩千個商品 余大姐跟她先生每週得去批發市場 最少兩次以上 然後每次去時間 路程 成本 都還是滿高的 然後一個人去了批發市場 剩下的一位來看店 那忙得連上洗手間的時間都沒有 更不要說要去安排貨架和管理庫存了 那余大姐是去年接觸零售通的 剛開始她也很懷疑 後來抱著試試看的一個想法 然後試著試著 到現在她每個月的採購額 已經超過了一萬多塊錢 那現在余大姐一個星期 只需要去一次批發市場 然後再過往半年 她發現 零售通的商品越來越豐富 然後剛開始每次採購之前 她會跟批發市場比一下價 後來 比著比著發現說 零售通的那個商品價格 還是滿公道的 然後現在基本上也不比了 然後她打算 下個季度 就去一次批發市場 她期望 零售通越做也好 以後她 可以不去批發市場 把時間省下來 我問她說 你把時間省下來可以幹什麼 她說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我可以跟鄰居聊天 我可以花時間 把這個店整理得更整潔 讓那個周圍的鄰居 來這裡 覺得更舒服 然後 她現在還在零售中 開通了充值的業務 幫助鄰居的很多老人 充劃費 那余大姐 她對她的商店的發展 她非常有信心 不管外面的現代渠道 電商怎麼發展 她覺得 這個鋪面是她自己的 她自己跟她先生既是老闆 又是店員 是吧 成本很低 然後她對周邊的消費者 非常的了解 沒有人比她更了解 她周邊的消費者 今天 又有了零售通 豐富優質的貨員 專業的服務 還有 逐步推出的增值服務 她相信自己的圓滿超市 一定會 越來越紅火 這是我那天拜訪的 第一家商店 第二家商店 叫 二毛煙雜店 那店主呢 是兩位光頭的大爺 其中一位姓葛 我叫他葛大爺 然後葛大爺特別熱情 他一見到我就跟我說 我們叫二毛煙雜店 不是因為 我們倆是光頭 是因為他們這家店呢 原來是 對面第二毛返場的小賣部 然後來改制私有化 那這個店 這條街 這個沒有空調的店 這兩位大爺已經堅守了25年 25年 25年來 兩兄弟從來沒有紅過臉 那店鋪很舊很擁擠 但是看得出 商品很豐富 那貨如輪轉 正好我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有一位鄰居來買煙 然後葛大爺一邊跟我聊天 一邊就掏了一包利群煙給他 我就問他說 這位鄰居來買煙 他沒說買什麼品牌的煙 你怎麼知道是買利群呢 他說他不說買煙 我也知道他要買利群煙 他說他在這條街25年 他周圍的鄰居 他們生活習慣了如指掌 有時候鄰居 有時候來拿點東西 沒有付錢 他也從來不記賬 那葛大爺結束零售通的時候 大概是去年11月份的時候 他甚至還不會用智能手機 然後因為他這個店比較偏僻 沒有什麼去拜訪他 他年紀也比較大了 所以每次去批划市場很辛苦 所以導致我們的拍檔一去 他很感興趣 但是他不會用 所以我們的拍檔金金幫他 換了手機 安裝鄰居通支付寶 綁定帳戶 教他選貨 湊單 下單 收貨 甚至湊紅包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葛大爺自己還不會下 每次拍檔來 他就是用手寫一個清單 那拍檔幫他下 然後慢慢他覺得 這挺方便的 所以他努力去學 那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 他現在已經在 零售通每個月的採購額 有僅僅2萬多塊錢 採購的SKU數有200多個 他特別感謝零售通 他還在店裡面放了 知物寶那個收款 他覺得因為 我們的拍檔金金 他現在學會了用智能手機 幫他打開了一扇新的門 讓他們發現一個新的世界 然後因為零售通 他覺得他這家店 可以再幹10年 我們那天拜訪的第三家店 叫惠龍便利店 這是一對剛結婚的小夫妻 這位先生姓左 我叫他小左 那小左以前在上海的 羅森便利店當店員的 然後因為他熟悉零售行業 所以結了婚回到寧波 他就開了這家便利店 在一個新的小區門口的商業街上面 因為小左在羅森做過 所以他很有商業 sense 所以他剛開始 他就想開一家跟別人不一樣的商店 所以他找了很多B2B的訂貨平台 發現零售通商品最豐富 特別是進口商品 所以他店裡的進口商品 全部是從零售通訂的 那小左他開始開人家店的時候 因為他的那個剛結婚嘛 所以資金比較緊張 所以的話呢 他就在零售通上開通了那個社銷的服務 那這社銷的服務對他很重要 一個月雖然只私銷一萬多塊錢 對他來講就是雪中送炭了 然後因為他做過便利店 他知道就是這個店未來的發展 肯定需要有更多的熟食的業務 所以他在零售通頭條裡面發現了 零售通在寧波已經有十幾家店在經營熟食 所以他特別期待 零售通哪天可以把熟食帶到寧波 他把收音台的位置都已經留出來了 然後他很有野心 他希望就是這個店開好之後 可以開幾家小分店 然後他可以 希望零售通可以幫他管好他的分店 跟他的店員 那我問他說 你以前是羅森出來的 為什麼不開幾家家盟的便利店 他說 第一這些家盟的便利店 通常都在一線城市 二線城市還比較少 第二他說成本太高了 一家便利店沒有三十萬到六十萬 想都不要想 他覺得他沒有這個能力 他說更重要的是 一旦你加盟了某個便利店 你就變成一個打工的 在商品的結構 商店的陳列上面 你一點自主權都沒有 那他其實 希望有自己的個性 他希望有自己的特點 但他當然也很希望 有類似羅森這樣的整個商品的選擇 供應鏈的選擇跟真正的服務 所以他現在覺得 如果零售通可以幫助他 把自己的惠龍便利店 打造成他自己的羅森 這是他最大的願望 所以這就是小左的一個創業夢想 像余大姐 葛大爺 左小伙子這樣的商店 全國還很多 現在的統計數據 全國有超過六百萬家 通常都在三到六千城市 過往的十年 這個數字其實變化並不大 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店主 年紀在四十五歲左右 通常對智能手機 互聯網 不太熟悉 那工作時間很長 一般小店工作時間要十二到十五個小時 對於半數以上的快銷品 公司 這個傳統渠道仍然佔銷售額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是一個重要的渠道 那每家小店每天服務的客戶 大概是兩百多個 每天每個店的平均的營業額 在五到十萬之間 主要的商品 內幕是煙 乳飲 還有修食等 那過往幾年 B2B平台的發展非常的迅速 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小店 開始接受了B2B平台的訂貨 平均有訂貨的小店 平均每十天訂一次 每次訂貨大概是八百塊錢左右 那有訂貨的小店 這個訂貨額佔到他們小店的 總商品的銷售額的百分之十五 小店他們為什麼會選擇B2B平台呢 他們有四個原因 一個就是覺得商品豐富 一個是覺得品質可靠 還有就是送貨及時 那最後一個是價格有競爭力 這是他們選擇B2B平台的核心的原因 到2020年 我們預計會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小店 會接受這個B2B平台 那整個市場容量 可以到三千億人民幣 這是我們對市場的一些了解 那零售通經過五月份 去年五月份成立事業部 然後我幾個月份來到零售通 到現在一年多的時間 那我們到今天為止 已經實現了五十萬家商店的覆蓋 是目前B2B平台覆蓋電數最多的平台 我們的商店的採購頻率 SKU數 還有採購的金額 跟我剛才分享的B2B平台的平均數據相比 我們是遙遙領先的 在過往三個月 每個月連續三個月 零售通的GNV 環比上個月的增長都超過五十個% 那我看了七月份的數據 七月份的GNV同比去年同期 零售通增長了二十八倍 這是我們接下來一年的目標 接下來一年我們的目標是一百萬家商店 我們希望電均GNV 電均SKU數採購頻率 全部翻翻 到2020年 我們希望做到這個市場 三分之一的市場份了 那麼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值 零售通對這個市場的決心 和信心來自哪裡呢 是來自我們對小店價值的堅守 我們對小店的客戶價值是有個定位的 我們定位為豐富 專業智能跟溫度 我們希望通過阿里的大數據 比小店老闆更了解小店 我們希望給小店老闆提供 最便宜 最簡單 最有效的智能設備 幫助小店老闆更好的做品類規劃 採購 安排店內的陳列 提供更好的客戶服務 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業務 我們希望小店的顧客 商品交易都信息化 可觸達可運營 那麼 這裡就會導出 零售通對於全國 六百多萬小店的使命 我們的使命就是 讓百萬小店擁抱DT時代 我們希望小店的工作更輕鬆 店主和鄰居的聯繫更緊密 小店更溫暖 小店更賺錢 那剛才我們分享了幾個小店的故事 零售通對小店的價值還有我們的使命 那接下來部分呢 我想來談談零售通和品牌商之間的合作 價值和使命 零售通今天取得的成績 和未來要實現的目標 是建立在兼容品牌商的渠道管理 還有分銷體系的基礎上的 那快銷品的品牌中可以分為三類 有一類是 類似猛牛可樂 我們叫深度分銷品牌 覆蓋店數超過一百萬 第二種類型 類似聯合利華益支 覆蓋店數在幾十萬 我們叫中度分銷品牌 還有一些類似薯稻香 白草味這種品牌 覆蓋店數不到十萬家店 我們叫淺度分銷品牌 那不管什麼樣的品牌商 零售通本著兼容的合作理念 希望做到 兼募成林 融川入海 給不同類型的品牌商 都一起共同服好共同的客戶 所以接下來呢 大家看到這些沙發 我想邀請幾位品牌上的代表 一起到台上來 跟大家分享 在過去一年 他們跟林頌通合作的一些故事 讓我們有請 聯合利華中國區銷售副總裁 Andrew Kennedy 藝芝食品中國區總裁 Steven Marle 蒙油集團執行總裁 石東偉 高露捷大中華區總經理 Steven Lau 大家好 布凡蒂范梅樂中國區總經理 Hans Peter Ederbluth 百草味COO 聶小鳳 有請各位 謝謝 謝謝各位老朋友 去年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同行 今天大家都是我的客戶 那既然說到同行 我想第一個問的還是我的老朋友 聯合利華 去年7月份之前 你是我最值得尊重的競爭對手 今天是我最重要的客戶之一 那聯合利華作為一個很多品牌的大公司 相比之下 零售通今天的業務 還是比較小的 但是 你對零售通非常的重視 還派了一個團隊跟我們一起工作 我想請你分享一下 你這麼重視零售通的一個想法 謝謝 今天很棒 今天是特別的 在昨年年 我們在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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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找你們 您的老伴 我們很興奮 它的商業 實際上是十分重要 在中國 我們是很興奮 但是我们也很期待在我们的业务上的速度 看到我们的业务上的速度 当然,你会带着证明性 你会带着业务 你会带着业务上的技术 而Unilever想要与你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期待在一起 谢谢 谢谢我的老朋友 下一个我想问一下Steven Ma 一支现在是零售通合作最好的工艺商 刚才有很多品牌商问我谁跟我合作最好 我说是一支 您是第一个为零售通定制商品的 这个商品叫月光饱和 现在已经是零售通最好卖的十个单品之一 我想请你分享一下 你跟零售通合作的一些经验 谢谢Kevin 非常感谢我可以来这里 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机会 你知道第一次我来中国是90年 90年的时候中国没有发展那么快 到现在非常快 你知道在中国 那个西方是200年发展的 中国是20年发展的 所以一年在中国是10年在外国 Steven 我来阿里巴巴一年我感觉是中国的三年 你没错 阿里巴巴发展是10年 所以阿里巴巴是20年 所以我觉得是发展很快 为什么我们跟阿里巴巴可以发展很快 我给你三部分的构成 第一 是那个top to top alignment 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应该老见阿里巴巴的规划 阿里巴巴也应该老见我们的规划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所以第一个是top to top alignment 我们的CEO跟阿里巴巴的CEO张勇 一起可以沟通 一起可以商量商业 我们跟Kevin可以 所以top to top alignment 是非常重要 第二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计划 不是阿里巴巴的计划 不是我们的计划 是咱们的计划 咱们的目标 咱们的规定 谁可以做什么 所以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所以第一个是top to top 第二个是中标 第三个是跟市场 我们应该去市场 跟那个阿里巴巴的小说员 一起工作 一起沟通 一起看 他们的情况是什么 帮助他们 培训那个商店的人 还有 可以交通 跟那个商店的大妈 那个大爸 介绍一下 为什么跟阿里巴巴 跟一次工作 可以一起合作 一起可以发展 一起可以提高 他们的生意 so top to top business alignment and work in the field as Charles did in 1995 谢谢大家 谢谢 讲得很棒的中文 那个 第三个我想问一下 史总裁 那猛牛是深度分销品牌的代表 你现在直接覆盖的商店是超过一百万 今天 零售通应该还是很困难 给猛牛带来 增量的分销 但是 猛牛跟零售通的合作非常好 猛牛甚至派了一个团队 参加今天的零售通 赞瑞发布会 大家知道 猛牛是一家 鲁制品的行业 一个鲁制品企业 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法 这个行业不是特别的性感 吸引力不是那么的像阿里巴巴 过去18年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 当然某年也是创造了奇迹 但是呢 我们是走了一个快销的传统的路 所以今天刚才我在下面听 包括萧瑶子 小海的故事 讲的零售通的故事 包括萧瑶子讲到了整个互联网技术 对整个商业带来的别格 其实在我心目中我觉得 我们作为一家传统的快销品行业 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来拥抱别格 拥抱别化 因为我们的时代别化真的太快了 那么对于母牛来讲 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每天要 触达八千万消费者 每年我们要触达十亿的消费者 我们要生产一百二十一包的牛奶 所以以消费者为中心 是我们的核心的核心 但是我相信零售通这个平台 整个互联网的技术 会给我们的整个零售和商业环境 带来更不幸的变化 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 我们把零售通这个平台 放到什么样的高度都不过分 那么 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 刚才像小海总讲的 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在配合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要有具体的 更加具体的一些步骤 在我们整个数据赋能 互联网赋能这个角度 给我们零售企业一起帮助 这是我的一个今天来到这里 最大的心愿 达到一个双银 然后呢为消费者服务 谢谢大家 那下一个问问我的老朋友Steven Steven在2000年的时候 做过我的直接经理 当时他教会我怎么管理现代渠道 负责万克隆 Steven你现在是零售通里面的网红 是广大老板娘们的偶像 因为您是高禄节是第一个在零售通平台 推出拍档任务的一个品牌 那这次为了推这个任务 你还拍了一个视频 要直播 推给我们所有的拍档和小店 所以这次活动您收获了什么 首先今天七夕 七夕节 那感谢零售通给我这个网红的明显 我等一下要订订我老婆一面 她误会我在杭州做什么 那其实 如果阿里巴巴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那零售通是服务每家店 几位这个家 每个家 那高禄节就是为这些店 和这些家 带来欢乐的微笑 那我想我们跟零售通的合作不算很长 虽然高禄节在中国已经有25年 但是我还是感觉到有很大的突破 这些突破呢 特别是在我们过去几个月里面 共同就像小海说 我们也一起走过很多路 那但是我感觉 那但是我感觉零售通跟阿里的文化很不一样的就是 你可以看到她把员工 特别是我们的城市八档 跟小店放在最前排 他们是最重视前线 也是跟我们公司理念非常一致 那因为在历史刷屏有这么好的记录的分销 与新拖展的店的前提下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也有历史性的高温 历史性的台风 那是我们前线所有的零售派档 与我们的小店 他们的服务新零售带来的这个很大的突破 在这里我向各位零售派档致敬 因为是阿里跟零售洞的文化 这个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 因为在一个新零售里面 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合作也不是一番风水 就是很多时候都碰到很多困难 但是跟这边小海跟团队就说 我们一起失措 我们一起fail fast fail cheap 尽量去用最快的速度来服务客户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觉得很多的传统的零售都会发现 除了销量还有很多资源分配 跟一些怎么去集合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通过大数据 我们知道我们的资源用到哪一家店 怎么样通过不断的调整来带来最高的价值 最后我想随着新零售的发展 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这个对于新零售的激情 跟城市拍档的一起创新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点 就像刚才的余大姐 还有几个零售店的哥大爷 我想还有很多的创业人 他需要我们的新思维 拥抱新零售去改革整个零售业 那我想这份网红的工作 还是要继续干下去 还要跟更多人一起 共同为新零售创造需求 谢谢各位 谢谢 Steven昨天从香港飞过来 昨天是台风天 他是应该是飘过来的 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来参加零售通的发布会 非常感谢Steven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Hence 布凡蒂是第一个入住零售通的品牌 当布凡蒂入住零售通的时候 零售通还不到5000家商店 所以这一路走来 布凡蒂陪我们探过了很多坑 犯过了很多错误 非常感谢布凡蒂对我们的不离不弃 一路的帮助 那我想听一听 这一路跟我们走过来 你的感受是什么 第一个人是一路 第一个人是一个宴来的 第一个人是一个宴来的 你对吧 我们已经是两个月活动了 我只在一半年了 我只在一半年了 我会跟我的同学们 说过一天我们有一个邀请 而阿里巴巴巴交出了一颜售 而所有人在 Perfetti Famille 都被创造成了 这一颜售的想法 而在最后 我们学习 阿里巴巴巴 是购物 我们在 Perfetti Famille 我们在 Perfetti Famille 很关心 我们在课程中 我们在课程中 那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接受我们 我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自由 和有很多人 我们在课程中 我们有什么课程中 我们在课程中 从来说 我们在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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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onestly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partnership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for a bright future and we are really honored from Perfetti Familia that to trust you, our products, our people to continue this amazing journey Thank you 谢谢 那最后一位是我们白草味的聂小姐 那因为您的加入 让我们这个座位显得更加丰富多彩 那白草味应该是第一个 通过零售通从线上走到线下的一个品牌 那你是怎么知道 通过零售通可以帮你触达 这么多线下的商店的呢 其实白草味在2010年之前 我们从线下开始起家创业 那么我们从10年开始正式转型在线上 我们搭了阿里这个电商这么一个风口 然后在这过去的六年 我们成长速度非常快 但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重新的启动 想要再去返普到线下去 但是发现其实并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们再重新进入线下 我们说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以及成本 而且还有线下有很多非常成熟的这些品牌 所以我们在比较 零售通在推出之后 其实我们前后都有在接触 但我们入住零售通并不算早 我们今年才入住零售通 截止到目前才两个月 但是零售通很神奇 就是我们在商线的第一天 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零售通平台的活动 我们的货就快速地扑到 除了我们进入50万家的一个 线下小店的备货清单 我们迅速地第一场活动进入了 就已经进入到线下一万家门店 这个其实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做 那这个成本非常高 而且本身这个渠道 我们是做线上成长起来的品牌 所以不是我们擅长的 就像我今天坐在这里 都是世界顶级的品牌 非常荣幸 我们真的比起无论什么伊姿 还是猛牛 我们的联合丽华 高鲁杰等等这些品牌 白草也非常年轻 截止到目前我们今年才线上 才一共才发展了七年多的时间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白草未章品们 去看待线下 看待临时无通这样的渠道 我们会去看待最大的一个 让我们觉得很值得 我们去拓展的一个新型的一个渠道 除了我们线上来说 今天我们的消费者在线上购物 它更多基于计划性的购物 但我们需要去 我们的商品能够通过一个 线下的一个场景 离我们消费者更近一些 然后因为线下的门店 是基于社区里的 它随机性购买会更强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 零售通这个平台提供给我们的 由这些数据提供 我们可以看清楚到 每一个门店的 它的销售数据 以及每个门店消费者的 这个喜好度和 这个购物的这个偏好度 那对于我们的白草未 再一次重新返普到线下 在线下能够 线下的这些小店里 能够这样的一个渠道里 能够作为一个渠道 一个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一个通道跟消费者 去做沟通 那这样的通过零售通的平台 我们可以更精准地走下去 而不是可能会以往 如果今天我们再像我们的 其他的这些 我们的大老品牌们 然后再通过传统经销的方式 可能那个我们要走的路 就要很长很长了 对 非常感谢各位 精彩的分享 然后大家的期望 我也收到了 那祝愿各位品牌商 在零售通平台 可以覆盖更多的商店 卖进更多的分销 触达更多的消费者 那让我们一起长长久久 今天是8月8号七夕嘛 让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各位 请再度各位回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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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感谢各位 品牌商合作伙伴 精彩的分享 对于品牌商 零售通的定位 是兼容 那兼容 一方面是能够支持 不同深度的分销品牌 另一方面是融入品牌商 现有的分销商体系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给品牌商 带来的价值 我们希望带来的价值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带来高效的分销覆盖 精准的渠道营销 全渠道的服务 还有全方位的数字支持 这就是我们希望给品牌商 这就是我们希望给品牌商带来的价值 那对于品牌商 我们也有使命 我们的使命 就是和品牌商 经销商一起 共建智能分销网络 把分销商体系 低成本 高效率的仓 配人 共享给整个快销行业 让品牌商 可以更高效 精准的 覆盖商店 做到 揭幕成林 融川入海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对品牌 跟几个品牌商朋友 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我们也讲了 零售通 对品牌商的价值 讲了 零售通 对品牌商的使命 那么小店的使命 跟品牌商的使命 我们都分享了 小店 经销商品牌商 都是零售通的客户 零售通 既有对小店的使命 也有对品牌商的使命 那么零售通 完整的使命 就是 共建智能分销网络 让百万小店 拥抱 DT时代 那为了实现这个使命 我们今天 会 宣布 零售通的 六大策略 第一大策略 为小店 提供丰富 有竞争力的优质商品 小店 销售的首先是商品 所以我们首先要讲 我们的商品策略 首先是选品 零售通希望通过小店 店主 还有小店周边的消费者的画像 能够为每家商店 选择推荐 顾客最需要 跟最喜欢的商品 把小店 有限的商店的空间 提供最大化的丰富度 那第二 希望谈的是货源 零售通的 快销商品的货源 主要会来自 品牌商 一级售贤富销商的 渠道货源 那这是 有关快销品 那除此之外 零售通还致力 把天猫线上的品牌 带到线下 把天猫国际的商品 从国外带到国内 把春桃 桃仙田的商品 从农村带到城市 我们希望给小店提供 更多的菜化的选择 帮助小店迎接消费升级 那么对于各位品牌商 我们也期待各位品牌商 可以为小店的顾客 设计他们需要的商品 为小店设计 他们销售 合适销售的包装 为小店设计 便于整个供应链 采购的相规 那么 这个是有关商品的丰富度 那另外的话呢 零售通希望 快速拓展商店 来扩大规模 融入品牌商 现有的整个营销体系 可以把整个 Train Marketing的钱 引到小店 同时减少中间的环节 那这三个动作 帮助我们提高 我们的价格竞争力 把这个价格的优惠 反补给所有的小店 那么根据兼容的理念 零售通的招商员 则是本地商家 服务本地小店 那所以和其他电商平台 不一样 零售通业务创造的 本地GDP 本地税收 本地就业 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 是建立 兼容高效的 三级参配体系 那为了兼容 不同分销深度的品牌商 零售通计划设立 一个三级的参配体系 给到小店老板 我们叫确定性的服务 那三级参配体系 包括区域舱 城市舱 跟前置舱 首先是区域舱 区域舱通常覆盖 三到四个省 存放的商品 主要是低频采购的 差异性的商品 现在零售通 已经在全国布置了 五个区域舱 完成了全国的布局 第二是城市舱 每个城市舱 覆盖两到三个地级市 存放的商品 是中度分销品牌 的快销商品 那目前 零售通在全国 已经布局了 十五个城市舱 在接下来半年 会再拓展 二十个城市舱 未来会在全国布局 超过两百个城市舱 第三级 是前置舱 那前置舱 每个前置舱 是覆盖一个区限 存放的商品 是高频的如影商品 8月18号 零售通在义乌 我们开了 第一个前置舱 那标志着 零售通的三级 舱配体系的 业务模式 正式成型 那区域舱 跟城市舱的 合作伙伴 我们原则上会选取 现在菜鸟的 合作伙伴 菜鸟CP 现在的物流供应商 我们希望零售通 这个业务场景 可以再创几个 四通一打 那对于广大的 前置舱 未来我们会在全国 布局两千个前置舱 也就是每个区限 会有一个前置舱 我们的合作伙伴 将会是深度分销品牌的 经销商 在这个行业里面 效率最高 成本最低的 就是深度分销品牌的 经销商的仓配体系 特别是乳饮行业 我们接下来会跟 乳饮行业的经销商 有非常深度的合作 帮助这些分销商的 仓配体系 标准化 信息化 跟智能化 逐步把这些分销商 转型为物流提供商 那我们希望实现 用乳饮行业的仓配成本 服务整个快销行业 那这里 我也邀请全国 所有的深度分销品牌的经销商 如果你有意愿 有能力 可以主动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接下来会 快速地拓展 全国的 那个前置舱的布局 我们今天对小店的服务 还会分成两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小店每一张订单 将会有一批货 从那个前置舱送过来 是乳饮 有一批货 从城市舱送过来 是快销商品 有一批货 从区域舱送过来 是差异化的商品 当然商批货 已经比以前在批发市场 采购的几十批货 已经简单很多 那未来我们完成 整个仓配体系的布局之后 所有的区域舱 城市舱的商品 将会发到前置舱 跟乳饮集单 最后一批的商品 送到小店 这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设想 那么第三个策略 是打造专业的 社会化零售铁军 由于零售通的业务 是一个B2B的业务 所以再小的小店 也是个业务 那最少有夫妻老婆两个人 小店的采购 是确定性的 理性的 跟计划性的 小店需要的服务 也比西端更加复杂 更加专业 所以因此 零售通这业务 是一定需要 一个专业的零售铁军的 今天需要 未来也需要 那零售通的零售铁军的 合作伙伴 就会是城市拍档 那拍档 有来自个体工商户的 个人拍档 也有来自 经销商的企业拍档 那个人拍档 我们通常会布局在 一二线城市 一二三线城市 然后 企业拍档 我们会布局到 三到六线城市 那么拍档 在零售通平台 不仅仅是销售商品 拍档的职责有五个 首先是 BD新的小店 第二是 教育小店使用零售通平台 并培养使用习惯 第三 是推销零售通精选 跟品牌商任务 第四 是做小店的客情 增值服务 售后服务 那最后一个 是未来给 我们的金牌小店 提供专业化的顾问 那么我们拍档 这种的发展历程会成 从动销型 到服务型 到顾问型 那不管什么类型的客户 那个拍档 他的职责都是这五个 只是各有侧重点 零售通希望通过 有竞争力的 佣金激励 数据驱动的 高效的工具 还有我们的规模 能够建立一支 重规划 强管理 有战斗力 有执行力的 专业的零售铁军 那在我的规划里面 我们的目标是 零售通的一个拍档 可以挣到传统业务员 两个业务员的 那个收入 但是可以做出超过 三个业务员的 社会贡献 第四个策略 就是零售通的拓展计划 在区域渠道 行业的全面的拓展 那经过一年的积累 零售通已经具备了 加速拓展的能力 在接下来一年内 零售通会从今天的 八百多个区限 拓展到一千五百个区限 这一千五百个区限 来自于现有省份 往纵向打得更深 也包括我们向 华北跟西北的拓展 我们在八月二十二号 正式拓展了 天津区域昌 意味着我们向 华北拓展 那么下半年 随着我们商品的 丰富度的提高 差异化商品的增加 我们将会利用 差异化的商品 开始覆盖大点跟连锁点 我们现在正在 跟天猫一起建立 零售通的母音行业 随着母音行业的建立 我们将开始覆盖母音店 那计划在接下来一年内 我们将覆盖四万家母音店 那通过区域渠道 行业的全面拓展 刚才说了 今年零售通的目标 是一百万家商店的覆盖 第五个策略 面向小店服务的全面升级 零售通致力给小店 提供最优质的基础服务 我们承诺 在所有城市仓覆盖的区域 我们要实现T加1的送货时效 在区域仓以外 城市仓覆盖以外的城市 我们最少是T加2能到货 我们今天的完成率 只有不到90% 我们接下来需要把它提高到98% 我们在这个月开始 大家如果更新的APP 将会发现在零售通的APP里面 可以看到每个商品 它的商品的效期 接下来可以看到效期 特别是食品 所以这样你买的时候 知道这个效期是多少 可以看到我们物流送货的状态 跟预计到达的时间 这个是这个月刚刚上线 那零售通的售后服务 我们承诺在48个小时内 能够解决 那在做好基础服务的基础上 零售通将陆续推出 更多的增值服务 零售通已经推出了 增值服务有社销服务 零售通应该是 所有B2B平台里面 无异一个推出 社销服务的一个平台 我们推出了带佣金的充值服务 那充值虽然每次赚的钱不多 但你成本是零 我们现在零售通提供的充值服务 的佣金率 应该是所有平台里面最高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 刚才说了 在杭州测试熟食的业务 我们希望在一年内 可以逐步拓展到 所有的二线城市 零售通正在跟首桃的小店号打通 希望帮助小店 跟周边的消费者 取得线上的联系 那跟天猫的品牌号打通 希望帮助品牌商 跟小店建立直接的联系 这是我们的第五大策略 最后 我们也希望能够携手 优质的小店 拥抱新零售 那么经过一年的努力 零售通已经沉淀了 一批优秀的小店 对于很多小店 在零售通的月采购额 已经超过一万元 而且这个商店 位置好人流大 品质有保证 小店服务好的 那我们将给这家小店 提供品牌授权的服务 那么我们的品牌授权 是希望做的 跟以前的便利店 渠道 还有其他的 友商的挂牌 所不一样 我们希望 能够给门店 个性化的服务 个性化的改造 提供丰富的商品 能够提供专业的 真实服务 智能的门店 管理系统 也希望帮助小店 打通 线上跟线下的连接 帮助小店 生意更精通 小店更赚钱 那么总结一下 刚才为了实现 共建智能分销网络 让百万小店拥抱 滴滴时代的使命 零售通 今天宣布了六大策略 那我不嫌烦 再念一遍 第一 为小店提供 丰富 有竞争力的 优质商品 第二 建立兼容高效的 三级参配体系 第三 打造专业的 社会化零售铁军 第四 区域渠道行业 全面拓展 第五 面线小店 服务全面升级 第六 携手优质小店 拥抱新零售 零售通 将服务百万商店 我们希望通过这百万商店 覆盖百万社区 通过这百万商店 服务一万消费者 零售通 服务每家店 足为每个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陶海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 非常全面细致 又充满温情的 零售通策略发布 那刚才呢 林先生提到了 零售通会给我们的小店 品牌授权 那这个品牌会是 阿里巴巴 淘宝 天猫 还是零售通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将请上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 董本宏先生 来为我们揭晓答案 有请董先生 各位合作伙伴 各位品牌商家的朋友 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 今天参加零售通的发布会 那么在过去的十年 天猫和许许多多 千万的这个商家朋友 一起来打造了一个 全世界消费者 都喜爱的 这样一个品质购物之城 那么今天的天猫 不仅是消费者希望能够获得 品牌最优质的商品 最新的这个品牌讯息的首选的阵地 同时呢 也是我们所有合作的全球品牌也好 中国的国产品牌也好 最强有力的这个营销和销售的阵地 那么在今年以来 我们天猫提倡了 从原来以购物为维度的品牌主张 到了以引领消费者理想生活 也就是理想生活上天猫 这样的一个品牌主张 获得了广大的消费者好评 在过去的几个月的 不管是618的大厨活动 还是我们接着举办的 许许多多的消费者互动的活动 消费者都用实际的参与来 支持了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品牌主张 那么我们也得到了许多的品牌合作商家 许许多多的正向的回馈 因为一个好的品牌 是有非常丰富的品牌故事 借由它的商品来告诉消费者的 那么这许许多多的品牌 品质的商品更希望以能够提升消费升级的需求 引领消费者这个生活方式的提升 来作为真正的利益诉求 那么今天的天猫给了大家一个360度 线上线下 由品牌来展现 引领消费者生活的可能性 那么得到了更多的品牌的力量的汇聚跟发挥 那么天猫在引领消费者的理想生活的同时 在思考的问题也是如何超越线上线下的隔阂 而形成一个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个真正品牌能发挥的阵地 在这样的思考下 我们在思考零售 我们知道在零售业是 如果你的零售商店它的面积越小 其实应该陈列的品牌应该更好 如果你的零售商店它的地点越偏远 其实它应该距离它所服务的消费者的距离应该更近 这个需求应该更近 那么如何呈现最优质的品牌 我们需要天猫和所有商家 品牌商家携手的合作 运用到天猫品牌上 基于品牌和消费者互动维度最好的数据科技 来真正达到为零售赋能 带来业务增量 带来真正好的品质品牌的体验 这样子一个愿景 所以今天我很荣幸代表阿里巴巴集团 在这里发布会和大家宣布 我们将全力支持零售通 那么将来以加盟零售通 符合零售通的这个业务合作规范的小店 将正式授权天猫小店 这样子的金字招牌 那么用天猫这个市场消费者最喜爱的超级品牌 来从品牌维度 从品牌合作商的资源维度 商品维度 以及数据赋能的维度 一直到零售体验的这个技术升级的维度 全面的拥抱天猫的资源 让天猫的这个品牌力量 帮助所有的零售小店成功 服务所有这个亿万的消费者 将天猫的力量发挥到全国的千家万户当中 那么希望零售通今天的开始 那么将来一百万的这个零售商店的推出 能够非常不一样带来零售业 全新增长的样貌 以及所有品牌合作厂商 新的增长的广阔空间 预祝零售通和天猫小店成功 谢谢 那么我现在就很荣幸 要请到几位同事们 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宣布的仪式 我们首先请这个我们零售通的大家长 我们零售通事业群的林小海总经理上台 然后天猫的副总裁靖杰 还有这个蚂蚁金服的副总裁 金小龙先生金小龙 以及这个天猫市场的总经理 加洛一起上台 有请各位嘉宾来到舞台中央 有请 谢谢 一会儿呢 我们会在五位嘉宾身后的大屏上 看到一个小店的场景 我们现在看到有五个手印呢 也出现在了画面上 请各位嘉宾在我倒数到一的时候 将你们的右手放在你们面前的手印位置 我想请现场所有的朋友和我一起来倒数好吗 三 二 一 启动 好 谢谢 让我们大家一起 欢迎大家到天猫小店 来 一 二 三 欢迎大家到天猫小店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五位嘉宾 谢谢 请落座 谢谢 天猫降临意味着中国的新零售 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从今天起越来越多的天猫小店 将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 也许在座的您和我一样 今天是第一次听说 第一次知道天猫小店这个概念 那么天猫小店和普通零售店的区别 到底在哪儿呢 那接下来这段视频会告诉我们答案 一起来看大屏 我儿子在出生之前 我们就是开小店的 到现在 三十年了 来韩州以后 就这样也八年多了 那个小的时候 刚刚才没 才有点东西这样子 人家和他小老板 也很得意很开心的 对 我就是那种小时候在想买部长大的孩子 别人想买东西都要问父母 要一点钱买一点 那钱我就不用了 来韩州以后 前才开始是比较艰辛的 年八年后就做健康好了 然后这几年竞争压力很大了 自己的能力跟不上了 帮忙是也就是帮忙 但是他就没有想法 好的 这可能是正常的吧 两代人来不同的观点 我本来留一份离职是想去继续深找 然后就放弃掉了 现在是六百 然后我爸就是觉得东西送来 就收下 好好好 经常性进回来 然后卖不掉 就要完自己吃 自己不吃的就丢 我爸特别喜欢 被一百种以上应该是有的 你看到这上面的这个标签 感受一下 很古老的 这个陈列问题很大 主要是因为我们中间加了那一节 后加确实是比较用力 两米多的个子 到这里买啤酒 一吨都不下来 我就觉得这东西没有必要 然后经常会 因为这个也会有一些问题 想解决这个问题 想谁想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落实 一直都想不好 怎么样去解决好这个问题 可能他觉得我们这个店乱造造的 形象上面也有问题 对于外面来说 外面便利店环境还是比较好 现实也是一个问题之一 我爸也是一个影响做生意的 就是一直在求便 对于我爸来说 他觉得好慢 我觉得好慢 我可以用数据告诉他 大部分的时候他都不承认 我们意见不至也正常 亲爹就是这样 他说服不了我 我也说服不了他 你叫他来 我拿他就来吗 就好能有个人 完完全全说服他 当然我希望那个人的意见 就是专业性比较高 然后我们的意见能达成一致 我们明天要施工的一个部分 好那之前的细节 你应该大概都清楚 这次正好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听我儿子说 续修同帮我们改造电影 提高我们电影的形象 提高我们的竞争力 那先出事为一个不够嘛 对 做改造 我们确实需要专业的指导 我们明天就开始了 好 如果我看到 我是先看的内容 我觉得内容做的还是挺好的 主要我觉得还是货架 我们那个陈列 我们那个布置变 位置变 就主要从顾客的反馈来说 还是很好的 感觉这个招牌 一定能够吸引人进来 上面是你的补货空间 那么天妈货家上面的商品 都是其他供应本链 渠道拿不到的 这都跟与大朋友 不管是一定新的东西 或者是说要自己建大 都可以补负它的一个场景 环境改好了以后 能够留住它 让它一直好好地改下去 只要你把它经营好 肯定不会比上班差 对于我们也有事情可干了 这个我最关心的 我就跑我失业了 发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 我也有机会 最少还是先继续要再开下去 等于我的一定能积累以后 再考虑做别的事情 有天猫这个招牌 我觉得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信心十足 就论钱就是好事情 相信这段视频让我们看到了 天猫小店和普通的零售店的区别在哪里 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呢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零售通产品发布 但对于产品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思考 因此这一环节呢 我们将由一个小型的圆桌论坛开始 有请这一环节的主讲嘉宾 阿里巴巴零售通事业部产品总监刘建峰 同时我们也要请上阿里巴巴丁丁事业部资深总监陈航 阿里巴巴天猫营销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刘博 阿里巴巴新零售技术事业群研究员吴泽明 有请各位 我这还没有到 那这样 因为我说老实话 那我们内部呢是有一个花名的 今天我看到我才知道 加洛的名字叫刘博 所以我想对一下 我介绍一下 我的花名叫建峰 那刘博的花名是加洛 吴之名是范宇 OK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范宇 那个在新零售的智能化升级的时候 除了前段的变化 其实还需要很强大的中后台能力的支持 那么您对这个零售通的产品升级 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吗 对 其实在刚才无论小海的一些介绍 包括刚才我们很多视频里面也看到 其实零售通我们所覆盖的这个小店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50万家 现在我们会覆盖100万家 那这些小店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很多也有一些差异化 那我觉得从产品的角度应该我们先给 无论我们从APP还有我们的应用 给这些小店提供一个很方便 很容易上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进货的一个产品来帮助他们 从原先跑很多的这个批发资产 跑很多的这个渠道能够减来提升他们的效率 然后再进一步 刚才从这个天猫的这个小店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 里面我们有一个智能的一个设备 其实智能设备的本质 我觉得还是怎么通过产品化 来让这个小店里面的无论的商品 还是消费者的一些支付等等一些记录 能够变成数字化 从而我们通过数据来赋能我们这些小店 从而让我们的小店的经营的效率更高 然后在这背后因为有了这些数据 我们就能够帮助小店来进行更好的 这个品类的规划来进行更好的补货 而背后就是整个零售通 我们三级的区域仓 城市仓跟前置仓的整个供应链的网络 而这些网络结合我们前端 这么多小店的这些数据 从而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效率能够更高 从而让整个小店的进货的效率 进货的效率能够更好 一会儿到您那边 好 谢谢 好的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加洛 就是您在线上的时候 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营销案例 那么在线下的营销渠道 那零售通应该如何帮助品牌 做好痊愈的营销呢 大家刚才都听到了 我们关于分享我们天猫品牌 来进一步一起跟零售通的业务 助力各个小店的店主们一起未来在整个你的覆盖渠道中去起飞 其实在品牌输入的同时我们更重要一点是把我们的营销能力 营销工具赋能给在座的各位 其实大家了解天猫更多的知道天猫也是你作为一个消费者 更多的触及到天猫这个平台的购买 大家都知道我们天猫通过过去8到9年的时间建立了非常强的线上的营销能力 这个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商家品牌商怎么样通过线上的营销工具覆盖消费者和触达消费者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8到9年的这些营销能力和营销工具的积累 把这样子的营销工具和能力通过零售通的业务 能够很好的赋能于我们在座的各位 未来小店通过我们零售通的平台能够更多的跟供应商发生更好的联系 而品牌商通过我们这样子的平台可以更好地触达到我们的小店 我们之前其实看到有这样子的案例 无论是今天刚才在前面分享的百草味 还是我们曾经遇到过其他一些跟我们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品牌 都已经通过我们零售通的平台的业务 把他的品牌把他的好的促销形式 甚至把一些线上面向个人消费者好的玩法 都已经很好的触到了所有的小店的这些店主们身上 小店的店主们发现通过零售通的平台 原来也可以运用天猫的营销工具 能够很好的跟品牌商进行互动 这样他未来的所有的采购 未来所有通过品牌商传递给他们的营销玩法 或者说促销的价格手段 都能够很好的触及到他们 那也就是能够把我们天猫的营销工具 更多的赋能到整个零售通的平台 其实这样的案例之前已经做了很多 像白草味刚刚在我们这个平台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月就运用了无论是整体的价格促销 还是是线上的口令红包 还是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给我们小店店主介绍他的产品 介绍他的服务 介绍他的品牌 瞬间就能够打开他整个的销售规模 对吧 第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整个销售规模就突破百万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商 跟小店店主未来非常好的互动 甚至达成促销或者交易这么一个平台 好的 谢谢佳洛 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是有一点讨教的 因为我们在零售通这一年里面 我们组织的一些营销活动当中 我们在组织协调品牌方 经销商 门店 拍档 还有平台小二进行活动的时候 其实遇到了很多协同商的挑战 而您的那个丁丁 我们认为说在云和移动时代 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能够来解决这种协调的难题呢 好 我先道个歉啊 不好意思 我以为三点半 好 那我可以放吗 OK 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就是当时我们第一次跟林小宝 讨论的时候 丁丁到底能够解决 我们的新零售体系中 包括林小宝 怎么样是实现整体沟通和传达的问题 这是统一集团供应链总经理杨树正先生说的 整个统一集团全部在上丁丁 通过丁丁会完成三万三千人 上传下调的整个命令体系的沟通效率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 这是现在整个统一集团内部的一个移动工作平台 平常我们可以看到像中国这些大部分的新零售体系啊 线下门店管理体系 或者我们线上的部分 它全部都用什么 要么用QQ啊 要么微信啊 邮件啊 短信啊 各种方式在沟通 但是实际上在整个零售体系里面 一旦到了线下 我们看到导购源啊 各种各样在使用微信啊 QQ的过程中 它是完全无法实现效率的沟通的 各种各样装饰 信号传达的过程中 信息传达过程中 各种各样的歪曲 最后是没有办法实现统一的管理体系的 那实际上我们是把 现在我们在全中国各种大型连锁 包括比如统一集团啊 在使用过程中 总结出来的案例和经验 跟尼小宝座融合 你看他们现在沟通 整体的沟通方式 左边这个是完整的 全线上线下 全部统一的沟通方式 打上黄色标签的部门 内部 蓝色标签的内部 以保证 所有的群是全自动生成的 会自动根据完整的组织架构 自动生成群 以保证群中只有在职员工 也只有这个体系内部的人员 然后会根据 而且部门 自动生成部门相关的 沟通的群体 在沟通中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般 全部都是通过以毒为毒 通过盯 保证使命必达的方式 以保证内部的沟通的 最高的效率 实际上是把我们阿里巴巴 内部如何沟通 如何协同的方式 免费的零成本零门槛 来共享给所有的零售体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整个零售体系过程中 现在他们在销售体系中 一万多个人 每天产生的话 数据报表是一万多份 然后通过我们的数据 报表体系 自动利用阿里巴巴 大数据的体系的话 会全自动生成 实时的数据报表体系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 未来零售体系中 不管是大的零售店铺 还是小的零售店铺 零售店铺 实际上你们在使用 这个零小宝 跟丁丁的整合过程中 可以零成本零门槛的 获取阿里巴巴 在整个大数据方面的能力 完全实现 线上的沟通和协同 完全的移动化办公 再不需要去购买任何的系统 一次性可以完成 整个沟通内部的沟通和协同 这是他们所有的销售人员 比如统一集团 他们的销售人员 在全部线下 各种各样的销售体系中 通过签到 会通过这边 完整的汇报体系 彻底实现 公司内部 三万三千人之间 实时的消息共享 实时的消息的人员的管理 彻底实现线上化 也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在用 零小宝的过程中 同时也完成了 整个体系 三万三千人 行为的线上化 数据的全面线上化 但是这种实现 完全是零成本 你们看 好的 好 感谢吴赵 那大家应该能看到 我们的产品方案 不仅仅有来自品牌方 和经销商的意见跟需求 更有来自我们阿里内部的 供应链体系 营销体系 信息共通体系的大力支持 那好 那我们先有请三位嘉宾 回落座 那么呢 接下来呢 会由我来给各位做 今天的产品的发布 我们今天产品要发布的内容呢 是三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我们的 高效分销解决方案 第二个是我们的 精准营销解决方案 第三个是我们 智能门店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先也同样的 回到我们的经销商的故事 那在跟海哥一起 做访经销商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到过 苏州的一家经销商 但是看到整个的仓库呢 非常满 那整个的车辆来往 也很急 那我们看到的时候 老板你的这个生意 做得不错呀 但是呢 他说 其实你看 你可能不太了解啊 因为我做的这个 是水饮行业 就每到夏天的时候呢 大家的一个需求 是特别多的 我的整个的仓啊 配啊 仓果都非常非常的忙 但是呢 一旦过了淡季的时候呢 你看我的这个仓也会空下来 车也会闲下来 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可能还要维持这个运转 那我们就问他说 那你这个不能进一些 新的商品吗 因为你看 在道理来说 你可以在夏天的时候送水 冬天可以卖一些 其他的商品呀 那他经销商就告诉我们说 说这个有一定的难度 第一个呢 你看我在这个区域 做了这么多的水 我和水的供应商比较熟 你让我仓促之间呢 我去接一些新的品类 那我对这个品类也不够了解 那再一个呢 就是接完这个品类的之后呢 很多的新的品类啊 他刚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时候呢 会搞很多的营销活动 所以呢 每次营销活动的时候 我们也搞不准要备多少货 要备多少的配送资源 所以呢 这个对我们来讲 这个难度太困难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经销商有这样的困难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跟品牌方聊的时候 发现品牌方也有这样的困难 就像我们的白草味 在线上呢 已经做到了很大的规模 但当它往线下走的时候 其实在按照传统的方式 自建仓 自建配 或者找到自己的合适的经销商 其实也是很有条件 所以 那么在我们的方案当中呢 我们认为 高效的分销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 首先呢 我们所有的 社会化的仓 配和我们的业务员 应该有机会 接入我们的智能供应链的体系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我们构建的三级的仓配体系 可以有效地实现 整个的仓配的这种效率 那在我们说 可能给各位稍微做解释 那仓配 三级仓配是什么样子呢 可能我们进到一个小店里边 我们经常用的这个水果呀 我们用的这个牛奶呀 水呀 这一部分呢 基本上是要高速迭代的 它的这个补货呢 尽量的应该是让我们的仓库 列室小店在30公里以内 那么对于像牙膏 洗面奶 洗手液 这些周期性消费的一个商品呢 在一个区域里面通过我们的测算呢 它大概可以做一些周期性的补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放在一个离小店稍微远一点的城市仓 但是呢 我们通过定期的补货来供应小店 那在后面呢 可能像一些毛巾呀 我们那些拖把呀 它可能它这个订货的时间比较长 那这个厂 这些厂尾和丰富的商品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的区域上 但是这个三者呢 它并不是固定的 最难的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应该把什么货都配到什么样的仓 所以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对于我们普通的自己的经销商来讲 它是很难具备这个数据能力 自己进行调配的 所以呢 我们通过它应该有一套 智能供应链的能力来帮助它 那第二件事呢 就像我们看到的 我们很多的经销商 其实也需要去和品牌方 进行密切的合作 在任何一次大数的活动当中 可能会卖多少货 我该备多少货 货应该放在哪里 我应该准备多少的运送资源 那这种密切的协调的时候 我们通过我们的丁丁作战室 希望能够帮助我们的品牌方和经销商 在营销活动上更紧密的链接 但这所有的一切的时候呢 我们都希望认为 我们的供应商需要一个工作台 他需要知道 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仓配的运作效率是什么 在工作台上 他应该有机会去寻找 当我的仓被空余的时候 我还能用哪些的商品 在参加大处营销活动的时候 我应该知道 我应该备多少货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为我们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就是 我们的智能供应链 我们的丁丁作战室 我们的生意参谋 和我们的供应商平台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台 在这个工作台上 我们的供应商 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化的仓配体系 接入我们的智能供应链 在这里面 无论是你自己的仓 还是你把我们的货 放在零售中的其他的 颤鸟的仓配资源上 你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你有哪些货 你的货的售卖情况是多少 你对小店的覆盖率情况 今天卖的是多少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仓里有哪些货 零期的有多少 什么时候该去做促销 什么时候该做仓间调配 整个通过我们的工作流 会让整个的供应商变得一目了然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通过我们的大数据能力 我们帮助我们的供应商 合理地去调配 自己的仓配的运作的效率 我们通过我们的丁丁作战室 帮助我们的供应商和品牌方 更好地完成联合的营销活动 而在所有的背后 我们的三级仓配体系 加上我们的大数据能力 去帮助我们的供应商 合理地调配货 仓 配 电 服的销售等效率 这样在我们的工作台的过程当中 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供应商 去找到更优质的货品 帮助我们的品牌方 找到更合适的供应商 这是我们为大家提供的 第一个分销方案 那么第二个方案呢 我也想讲一个故事 这个品牌叫小明同学 在和海哥一起去周房小店的时候啊 有两一家小店给我印象比较深 两个小店呢 离得非常近 但有一家的小店呢 这个就卖得非常好 另外一家小店呢 货架上也摆了很多这个饮料 但卖的呢 就不是特别好 那我们再叫来拍档说 这个我们帮助小店分析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发现虽然两个小店很近啊 但其中一家小店旁边 有一个学校 离的学校是更近的 而另外一家小店呢 是一个传统的社区 那可能生活的老人会更多一些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问这个品牌啊 我们也聊到这个品牌 说你知不知道你的这个货品啊 你的这个小明同学 在哪卖的会更好呢 那他很清晰地告诉我 说我知道啊 我们这个东西应该是面向年轻人的 在有学校的地方卖的特别好 那我说 那我们这里边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小店 它是在学校旁边的 你为什么不给他一些针对性的优惠跟促销呢 他说到今天我可能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货卖到了哪个区域 是提供给了哪个经销商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货是卖到了什么样的小店 就更别说这个小店周围是不是有学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我们希望在今天能够为品牌方提供的 不仅仅是通过丁丁桌下室跟供应商的协作 不仅仅是了解到我们今天有多少货 我们更重要的呢 还是希望帮助我们的品牌去建立跟门店的关系 我们希望能够让品牌更准确地理解自己门店的数据情况 那在这里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品牌方其实非常想了解到的 我们的区域覆盖了哪些小店 这些小店的营业面积有多大 它的这个 甚至它的店主是年轻一点的 还是年纪大一点的 周围有没有学校 有没有网吧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营销活动就可以变得更加的精准 但是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们的在过去在面向小店的时候 我们缺乏有效的技术和产品手段 我们去收集这个信息的成本啊 可能是要比整个的营促销的成本还要高 那在这个里面 我们为我们的品牌方提供了四个产品 那通过我们的生意参谋 我们的生意参谋呢 运用我们的高德的大数据能力 我们的拍档的走访的实地的走访 和整个的小店在零售通AP上的交互行为 我们去勾勒出门店的画像 那同时呢 我们还为我们的品牌提供了我们的品牌站 在这个品牌站上 我们的品牌方可以像运营粉丝一样的 运营自己的小店 我们可以看到 清奇地了解到每一个小店进了多少货 面向在这一个小店上 有哪些适合小店促销的商品 货品应该如何陈列 包括小店的意见 都可以及时地回到我们的品牌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整个的品牌 可以清晰地建立跟小店的链接 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那些 合适自己商品的小店进行营促销 同时在我们的丁丁工作台上 我们的社会化的拍档 还可以去领取掉 小品牌方发出的陈列任务 那在过去的时候 在做这个陈列任务的时候 其实陈列任务好发放 但这个任务的效果的收集 是特别难的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 丁丁工作台上呢 我们通过大数据的手段 可以清晰地知道 哪一位拍档 在什么时间 接收到哪一个品牌的任务 去到了哪一家门店 我们做完陈列之后拍的照片 和品牌方的要求是不是一致 那这样呢 我们又把整个的数据回流回来 我们的品牌方就更加清晰地知道 我的货品应该出现在 哪些小店更合适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呈现给消费者的更合适 那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品牌方 把我们对小店线下渠道的运营 变得全部的数字化 就更可以像运营粉丝一样的 去经营我们的小店 整个的营销 也变得更加精准和高效 我们想发布的第三个方案呢 在这个里面呢 也是我个人比较 感触比较深的 有一次跟海哥啊 一起去走访小店的时候 这个大家清楚 我刚来到这个零售通的时候 经常被海哥拖去 和经销道聊啊 去走访各个小店 其中有一次 我们走访了一家小店 小店跟我们说 说我这儿啊 有一款进口食品 口味非常难吃 当时我非常紧张 我问海哥说 海哥 这是不是我们的选品选错了 这个东西挺难吃的 那海哥说 别急 我领你去看下一家店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第二家在滨江新成菜的门店 那家店主告诉我们说 你们的这个食品非常好卖 我一看 这个食品跟上一个食品是一样的 说这是为什么 海哥说你想想看 这个小店进了食品 是用来卖的 对吧 它不是用来吃的 它吃的时候 一定是因为它卖不掉 卖不掉吃的时候 怎么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吃呢 你好好想想 所以我再去深挖的时候 再去看的时候 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第一家小店呢 它周围是一个传统的小区 其实可能那个店主呢 他自己觉得 这个商品也许可能适合我的消费者 但实际上呢 这个商品放在传统的小区去卖 和放在滨江新成去卖 是完全不一样 那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个印象 就在我们刚刚放的那个视频里面 他的爸爸是特别喜欢杯子的 对吧 进了多少个 一百多个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经常的小店店主在进货的时候 往往是进着我们熟悉的货 但是这个货和周围小区的人的需求匹配吗 不一定 那第二个呢 刚刚放的那个超市呢 其实非常巧 它就在我家楼下 所以我其实以前呢 就是每两周都去一次小店 但我每次去小店的时候呢 基本上只买一样东西 就是矿泉水 而且我买完就回去了 挂了拍之后呢 我就经常去了 不是因为他经常给我提bug 让我去解决问题 而是说我去的时候 它确实有一个天猫货架 在那个天猫货架里边 总有一些东西是时变时新的 总能看到一些 比如说春桃的咸鸭蛋 对吧 早晨的时候买一点也是蛮好的 所以呢 但是我就在对比在想 我说这个过程当中进来的时候 这个你看以前 我虽然天天来 他都脸熟 他都知道我住在东东1704 对吧 但是呢 他还是不知道我要什么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是那些商品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真的其实有的时候要感慨一下 就可能说 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不是我们相隔万里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的淘宝ID 所以呢 今天我们觉得说 首先的一件事呢 对于小店来讲 第一件事呢 是我们要有好的货品可选 就像刚才海哥说的 所以呢 在APP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小店提供很多 众多丰富优质的商品 但是第二件事 我们怎么帮助小店选到 适合这个区域的商品 这个更重要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数字啊 我们去看日本的便利店 7-11 它在一年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你看到门店里面 只成了2000个SKU 但其实一年之内 有70%的东西 是在不停地变 不停地变 那我们再回想我们的小店 其实有的时候 我在走访的时候 走访一些小店的时候 感觉到时光在穿越 它仿佛跟我在小学的时候的店 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今天 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小店 去够好的去构建自己的货品呢 这也需要大数据的支持 我们需要根据周边消费者的需求 去帮他组织货品 这样才能减少掉 我们说我住在一个传统的小区 但是我却进了很多进口的食品 真正的能够让货和人匹配起来 那仅仅有这些 我们认为还不够 我们认为需要让消费者 和我们的小店建立更紧密的链接 这有什么样的营销活动 我这有什么样的土特产 我们的小店又进了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这样的时候才能让更多的消费者 进到店里 有更紧密的链接 而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 如果有了这样的联系 我想可能整个小店 跟社区的链接会更加紧密 为了这几个目标 我们给小店提供的是什么呢 我们提供了我们的零售通APP 提供了我们的智能设备 我们的和消费者链接小店号 对于那些更年轻的创业者而言 我们还提供了我们的工作台 整个的小店哪些适合卖 哪些不适合卖 货品应该如何调节 整个都做了数据化 但今天这里面我想重点跟大家谈的 是我们的智能设备 这个刚刚海哥谈了一个目标啊 叫做让百万小店进入地梯时代 其实我最近个人 我也有个个人目标 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老妈进入地梯时代 因为她从东北到了杭州来之后 发现这个打车呀 这个生活呀 对她来讲好像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每个周末呢 都教她怎么去用这个手套 用这个我们的打车软件 所以现在我老妈也开始学会 我基本上在家里都能收到我老妈 给我订的水果 所以我们认为说 技术的进步 不应该是为我们的这些群体 筑起一扇墙 而是应该帮我们打开一扇门 它要足够的便宜 足够的简单 足够的实用 所以我们推出的智能设备呢 第一个呢 它要跟供应链打通 每天在你盘货的时候 它应该提醒你 有哪些货快到期了 有哪些货不适合你小店卖 有哪些货应该去尽快补货了 这是这一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小店号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不光是要把货品卖到小店 而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小店 去服务好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消费者懂什么 要什么 应该陈列什么 只有基于旁边的消费的需求 构建的货品 才是合理的货品 所以我们为小店认为说 让小店去有好货可选 要小店选到合理的货 让小店能够多卖货 这是我们智能设备 希望为小店的帮助 那最后的时候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 整体的一共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我们希望为大家呈现的是这个 我们知道对于一家经销商而言 依靠自己的数据力量是很有挑战 但我们希望我们的数据和系统的能力 能够帮助到我们经销商去提高它的经营效率 进行更合理的深度分销 我们用我们的三级仓配体系 加上我们大数据的能力去构建这样的深度分销体系 我们知道去洞察小店 去摸清楚每一个小店的画像 对于我们品牌方是成本特别高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大数据能力 去帮助我们的品牌方去勾勒出小店的画像 能够更精准地让自己的货品出现在合适的小店 所以今天我们为品牌方提供了 我们能够像运营粉丝一样运营小店的品牌站 在门店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技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壁垒 而应该是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够希望为小店 基于我们的数据能力去洞察我们的消费者 让小店有好货可进 可以进到合适的货 能够多卖货 这是我们为今天大家提供的产品 那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我们构建这个产品的时候 有很多经销商的朋友 品牌方的朋友 小店的朋友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 那在今天呢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发布的产品能力 能够交付给我们的合作伙伴 那接下来呢 我想请我们的业务leader 把我们的产品售牌给我们优秀的品牌方 经销商 门店的代表 有请 好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三位业务leader 开放平台业务负责人金时 商品中心负责人杨华 营销中心负责人云通 请工作人员送上交接牌 同时呢 我们要请上零售通的三位合作伙伴代表 猛牛集团常温事业部 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 严志远 联合丽华中国区 全国销售运作部总监陈婷 宁波圆满超市店主于飞飞 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 余大姐 有请各位 好的 接下来呢 将由业务leader 向各位合作伙伴授牌 好 请舞台上我们的各位嘉宾 能够面向舞台前方 合影留念 谢谢 这次受牌呢 意味着零售通业务的合作伙伴 获得了更强的运营和营销能力 从今天开始 他们也拥有了在零售通的运营阵地 谢谢各位 请落座 谢谢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继续交给刘总 相信大家也应该看到了 今天在大家进来的之前 我们下面有一个神秘的一个小店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不仅仅为大家颁布了我们的线上产品 在我们的技术合作伙伴 阿里云 支付宝 NEC的 还有其他众多创新的技术合作伙伴的支持之下呢 我们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 天猫未来小店的体验店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想请出我们技术合作伙伴 NEC为大家分享技术 对零售时代的赋能 我们将请上的是 NEC诸事会社VP NEC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元昊一郎先生 以及NEC信息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流通服务Solution事业部总经理 董言先生 掌声欢迎 祝今的阿里巴巴的各位同学 各位来宾 大家好 我是NEC的大元昊一郎 这位是NEC的董言 まず初めに 阿里巴巴 林昌遁 戦略発表会に NECをお招き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 阿里巴巴の皆さんに 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ます 那么我给大家翻译一下 那么首先非常感谢 阿里巴巴集团 邀请我们NEC参加 此次阿里巴巴林昌遁 戦略发表会 これまで 阿里巴巴集团の 新小売事業の未来について 林昌遁 チームの方々と議論をし 本日 展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こと 大変光栄に依存しております 那里也非常荣幸 能有机会 与阿里巴巴林昌遁 的团队的各位同学 在这里一起来探讨和展示 中国新零售的未来 私どもNECは 世界有数のICT企業として 世界各地の様々な 社会課題の解決 そして安心安全 効率公平な 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て 社会価値の創造に 長期に渡って 注力してまいりました 我们NEC作为 全球領先的ICT企業 在全球范围内 長期致力于 推進全方位的 社会价值的方案 实现安心安全 高效公平的 社会价值 さらには 作る 運ぶ 売る 暮らす というバリューチェーン全体の イノベーション そして IoT AI技術を生かした 人 物 プロセスの イノベーションの創造によって ですね 世界中の人々が 明るく 豊かに 暮らしていく 社会価値の実現に 邁進してまいりました 我们也通過生产 運輸 銷售 生活的 全 价值链的改革 通過IoT 通過AI 技術 我们連接 人 物 流程的价值链 创新 从而实现 豐富 多彩的生活 那么刚才 我们大元董事长 有分享我们NEC 对社会价值链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呢 允許我花一点时间 分享一下我们NEC 对零售行业 价值的理解 我们NEC 作为一家 全球零售领域 深耕的企业 有着丰富的 零售行业经验的 创新